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的事情应该先压一下 不是 就说我们还是应该把意义放在第一位 对吧 莫迪访华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说他四个老婆的 不是他四个老婆 再说上海男子四个老婆的问题 所以呢 学老师我现在对莫迪啊 也是有一个新的印象 第一 我觉得这个人挺时尚 第二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性情 他是很时尚 他穿的衣服是就那种传统服装啊 是纽约的一个印度裁缝 给他专门定做的 纽约的印度裁缝 对对对对 他们在那有很大势力的 然后他专门是每一次都是在那定做 而且他每一次穿就是穿出来 不光是他这回来中国 上次去美国也是 就是好多的时尚杂志都要跟踪他 就说他穿什么颜色怎么配 一天换三身 你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莫迪啊 印度的这个 你瞧瞧 下飞机的时候 是这么一身 这个那个叫披肩还是叫砍肩 你注意他的这个改良 就是说他这个裤子 本来里本来里头穿的这个裤子 要真的是到传统啊 是比较扩脚一些的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时尚表现在 他改成了窄角的这个裤子 所以显得很矫健 你再看下边 戴着墨镜 这又换一身 他这个披肩的颜色 是他们这个党派的颜色 橘红色 对 但是那个叫什么花的 人民党 对 但是他那个 是藏红花色 就说是这个颜色 那个党是世界上第一大党 对 比中共的人还多 对 你再看下边 就前年宣布比中国党员多 你瞧 这又是一身 就所以你瞧 他这个还是挺能达板的 他上台只一年 他目前为止 我们比较注意 你看很少我们记得 这是送给中国的 这个菩提树的苗 菩提 我们很少有记得 有印度的国家元首 在中国访问 留下什么痕迹 前些年我们都不大注意 所以他这个是 是很多花样 在上海用印度的图语 对当 对印度人演讲 就是说走了以后 还走 在这期间还签了多少 两百多亿 对吧 合约 当然虽然人家后来查了一下 里面没有商家 对商家的合约 他是特别 政府对政府的合约 主要是航天跟交通的 就是基本上 中国跟印度啊 跟中国跟俄罗斯有点像 叫官热明冷 就是官方上层啊 关系非常密切 你俄罗斯也是这样 你看这个 我们的领袖跟普京 这个啊 这个非常好的关系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旅游 旅游还好一点了 说留学啊 或移民啊 什么去俄罗斯的 比较少吧 但是很多 但不 您您最近没有看一个片子吗 就是他们做了一个 就是官媒做了一个片子 好像是那种街坊 但是大家是说 什么 什么普京 是我心目中 什么什么样的领导人 都是在就是 在习近平去访问之前 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所有人都夸他 然后唱那个俄罗斯的歌 他在民间 还是很高人气 他夸的是普京啊 他不是夸的是 俄罗斯的民间社会的 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有趣的 形成的对照 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美国关系是 官方老在逗来逗去 一点不妨碍民间 早一点放下一切 留学啊 买东西啊 什么什么 他那个印度呢 本来中国是 中国人看印度啊 这感觉 其实有一次 跟日本人讲起来 说日本人看到 中国人酸溜溜嘛 现在中国的东西 经济上来了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到底有什么 好酸溜溜的 那日本人说 就好像你们看印度一样 这下我就明白了 哎 就很真 就他说这个啊 这个就说 什么关冷明热的 这个跟美国啊 还真的是 你说我这次去美国 我才知道 就说现在 咱们知道 到美国生孩子的那个 对吧 对 那叫什么呢 也就我忘了 反正叫到美国 一条龙服务 对 到美国生出孩子来 是这个什么 你知道现在出现了个新趋势 这帮人啊 崇洋妹妹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们叫美国受孕团 现在是夫妻俩啊 专门就说我们这个受孕 要在美国一个清净的空气 美好的环境 愉快的性向下 他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夫妻俩 你怀孕了 怀孕了不让你过去 好多时候是你大肚子 不让你过关 我知道他是 现在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钱的 都不稀罕当你这美国人了 你知道吗 那采访那个 我看的当地华文报纸 采访那对夫妻俩啊 都是什么在国内混得不错的 他说我们不要让孩子当美国人 我们就是夫妻俩在这受孕 明白吗 就在这交配 就就这个 找好老婆这个排卵期啊 这仨月我们要怀上 然后呢 回国 回国 还是有点奇怪 但是将来我们永远说起来 我们是在美国交配的 这有点奇怪了 我觉得 关冷明热到这个地步 没错 我倒是那个想到 您刚才说就是关冷明热 其实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还是挺紧张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是就你以前不是讲 我讲过那个王蒙老师说 中国人系路子宽嘛 中国外交资源系路子也很宽啊 你想边境上还是很紧张的 那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 对吧 但我们现在跟你聊文化 聊你文明的交流 那过来就是唐朝的什么 这个入城仪式 对对对 多热闹 这是第一次啊 这个习主席第一次在北京以外 接待外国人 接待规格非常高 你要跟我讲这个边境 我跟你义正词言 你跟我讲文明 我们也有 你换到美国 如果美国总统 跟这个伊朗来一个这个 国会早闹翻了 而且这次你知道这个 他不但在上海用这个图语演讲啊 他还在中国留下了一段谜语一般的文字啊 这个在这个哪啊 在西安大词恩寺 就是留下一段话 你这一段话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因为他写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字 后来还辗转了好几个学者 最后才给他 才给他这个翻译出来 机械林又不在了 对这个最后最后翻译出来 说他写了一大段话 这个人我发现也是个性情中人啊 话多 就是说古吉拉特语 他写的是古吉拉特语 满满的写了三页纸 在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写的就是拿玄奘说事 就是说印度的本质特性在于精神文化 高僧玄奘通过佛陀的方式 把和平友爱和奉献精神 传播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每一个印度人都认为高僧玄奘 是个伟大的修行者 我非常荣幸玄奘提到的阿南伊布罗呀 也就是今天的瓦德纳嘎 是我出生的地方 等等等等 就是玄奘是个到现在都不废的桥梁 把中印联系起来 而且他跑来的那个说话的态度 也是非常奇怪 他一说对中国的人就说 你们要改变看待中印关系的思路 这种说法 美国人不会说的 就强国对弱国 一般不能说这样的话 这样会被看上去是指指点点 反过来中国就可以这样说的 你们不能所以他跑来是这样说 虽然他在这里大赛友好 国内印度国内的报纸 照样反对他糊涂 就说中国这个报道的那个地图啊 就是弄错了 其实就是把有争议地区啊 那个华为中国了 包括印度跟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这些 这些地图弄错了 就说他们还一大批的不满 当然中方呢也反击 说这个他们这个糊涂虫啊 他们有一次习近平去啊 他们把他翻成十一竞平啊 什么 什么叫习 习嘛 XI嘛 罗马字幕就是十一嘛 十一 这是两个罗马字幕啊 他你说跟印度这个官媒啊 他的官方电视台 相当于我们的央视啊 十一竞平啊 这个很莫名其妙吧 这个错误可以跟什么等等级啊 就是最近不是说那个复联那个电影 说那个中文字幕翻译的 一个一塌糊涂吗 然后原来他们还是有门派的 我看后来有个人列出来说 他这个门派还有一个翻译的更神 就是在另一部好莱坞电影里 你知道他翻译的什么呀 就底下打那个字幕 I'm a loser loser什么意思 是失败者 I'm a loser 底下打出来的 我是卢蛇 还有我见过是 我是卢蛇 I'm kidding 底下点点的是 我是姬婷 是我是开玩笑 我是姬婷 所以说 你这个不能不佩服这个玄奘啊 他这个印度的这个范文啊 你觉得到 他当年这个取经到印度 其实这个事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像陈寅雀啊 纪献林啊 饶宗怡啊 所有咱们觉得最牛的宗师 你注意到没有 他们的研究 就是佛家对中国文化 特别大的地方 就是这个 你可以叫丝绸之路 对 还是叫中印之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中西的佛教到中国的这种传入 老实讲 印度要感谢玄奘 感谢中国 因为印度的很多历史没有了 对吧 那他们现在捡回他们的历史啊 是根据当年玄奘写下的大唐西域记 他才找回了他的很多 有点像文艺复兴的那个 等于说这假定这样的情况 我们唐代啊 宋代啊 历史没了 要靠马可波罗的记录 才找到我们的朝代 或者靠日本啊 靠韩国 就是韩半岛的一些 一些保留了 但是把印度想象成一个佛教国家呢 这是完全错过了 大大的武器 已经凋零了 去到那里 人家都是印度教 而且现在新兴的 就是伊斯兰教 对 党都挡不住的 伊斯兰教的影响 陈英雀其实当年 他对玄奘的翻译 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 他觉得他翻得太 太太耳口了 他觉得是那个 旧莫罗什那个翻译的比较好 那就是翻过来讲 他这件事情 他当时把这个经文给取回来等等 但是在印度 后来他这个佛教衰落的很快啊 就因为他自己本身出现了很多 这个阶层风化呀 又很腐败 那后来是又因为蒙古人 带着这个伊斯兰教 是伊朗的那个伊斯兰教过来 把他们的佛教彻底就灭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佛教在印度衰落了 这个原因呢 特别的多啊 原因特别的多 但是至少有一个原因 这我就觉得啊 什么事情啊 就这不能沾上这个色 这个真的 虽然我很好色 但是呢 我特别提 我反而非常恐惧这件事 因为我见到的真是中国人讲 色子头上一把刀 你知道在佛教在印度凋零的众多原因当中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性立派 就是就你知道吗 就是说就像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双修 你看佛教里面有没有这么个法门 有的 可是呢 搞搞搞搞啊 要到最后你要搞成男女双修 搞着这种性啊 最后就能给搞偏了 最后也能把你的社会评价呀 给搞得一塌糊涂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我今天真正要讲的题目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就是说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也是 如同仁文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告之后见 这个台湾的阿雅 也做过我们的女嘉宾 对吧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人家的喜悦 人家现在生了孩子 她自己公开了 而且还是这个 任波切的孩子 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任波切呢 现在在 就是 哎呀 你瞧 哎呀 这个照片照得多好 这个慈母啊 是吧 哎呀 我感觉是母亲节主题照片 然后再看看 再看看 这个这是阿雅的先生 这位任波切呢 据说现在是在西雅图 还挺有名 说是什么王妃啊 我没有考证 我看报道啊 这个梁朝伟啊什么的 还都跟他挺亲近 这个任波切 就好像挺新潮的 就是摇滚任波切啊 又玩电脑啊 这种思想很开放 那么 他就是孩子的父亲 因为这个事啊 倒没什么 这个事啊 引起来前一阵啊 就是 大家都在风聊 任波切 这个任波切 你这个 这个任波切 你这什么意思吗 丧失智者 这个 跟活佛也没关系 他有 汉汉帝的人 一般就 常常过去叫活佛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 他的意思 我看了一下 跟什么接近呢 跟和尚 阿舍离 我叫这个 我不知道在这念不念舍啊 等比念的阿舍离强 不然就 阿舍离 这么一些个上师啊 这么一些称呼 比较相近 宗教工作者 他是就 活佛肯定是任波切 但任波切 不一定是活佛 当然活佛这个字 也是我们就是汉语里面 这样说 一般藏 就是藏 就写藏文的人 不太用这个词 但就是说 他这个认定是挺难的 活佛一定是任波切 任波切 不一定是活佛 他可能只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他是靠遗传的呢 还是靠风光 有两种 比如说 他有这个圆满 什么教法 灌顶的 他有个这个 这个传承的 他可以叫做任波切 但是呢 修行有一定成就的 也可以被认为 所以说他不仅是先天 也可以后天 也可以被认为是任波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跟你讲讲啊 国家宗教事务局 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止2007年 中国的藏羽系的活佛 现有多少呢 1700多人 这么少的人 这么少 无法满足那些 急需抚慰的心灵 所以越来越多的山寨活佛 和任波切被制造出来 这个下面是网友的一段话 这几天到处传 网友的话肯定是不准确的了 但是比较有意思 因为他说了这个朝阳区 说朝阳区有30万散养任波切 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 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人波切 其中约80% 说话带东北口音 且长相有浓厚的 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 被刷掉的感觉 约90% 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任何一本佛经 而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 都会回答 这是秘法不可说 大约100% 只有在听到供养和双修的时候 会精神振作 这是有些人真的冒充 他就从数量上来讲 就是他真要是30万 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吧 那朝阳区在多少人 30万 但是肯定他的意思 就是说超过了 不是你刚才说是2007年 我怎么看到另外一个 可能看到的也不太准确 就2007年为什么会去统计 就是这个活佛呢 2007年中国出台了一个 活佛转世的一个条例 就是不是你谁想转就能转 你一定要向这个政府去申请 你要每一个层次去申请 我要转世 要报备 同意了你才可以转世 然后呢 当时统计好像是六千 但我看数字可能也不准了 反正有不同的说法吧 就是有有这个几千 那你现在你弄出来有几十万 那就在北京有几十万 那肯定有点 这是夸张 水分有点大 这事真不是 这要是文道在这啊 文道就得说了 说我们我不能毁谤 对吧 因为因为过去有句话呀 就是因为过去有句话叫做 要要要要佛法兴啊 对 唯有僧赞僧啊 就说你这个佛 修行人之间说好话 对 互相要要说好话 这样佛法才能兴旺 可是呢 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叫高信江的人吗 台湾的 知道 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对 高信江先生 他是复刊文化在台湾贡献非常大 贡献非常大 以前忠实晚报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呢也到过我们枪间三人行 有一次他说一个事 特别逗啊 他是说 他后来信信这个基督教嘛 他整天看圣经 他说我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啊 他说我被吓着了 因为呢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看到这个有这样的话呀 就是说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啊 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呢 互相间都称呼老师 所以高信江说他第一次来大陆 他吓坏了 说这个地方的人互相间都称呼老师 对 但我是个认真的人 我后来仔细看了这个圣经啊 我至今我还没有查到 这圣经里我我我没见到有这样的话 我没见到有这样的话 所以也许是高先生开玩笑 但是呢 在佛经里边有一部经啊 叫这个楞严经 楞严经里边讲啊 这个佛当年就是预言啊 就是到这个末法时代 到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叫做邪师说法如横河煞呀 就这个假的老师啊 假的这个这个上师啊 或者任波切啊 像横河里的沙子那么多 这我不算毁报 我是在佛经里看来的 这个话 是因为任波切这个称号 会带来很多好处 所以这么多人冒充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听到供养和双修的时候 会很激动嘛 那就是说 他有人供你啊 给你钱啊 给你 就是请你帮他去 去去消灾也好 干嘛也好 你是有功能的嘛 但这个情况 你说从东北来的 我突然觉得也 也不为过 因为藏传佛教最早到中国 确实是在北方 南方是 就是好像我也不太准确 南传佛教 就是从南洋一带来的 好像是在南方比较多一点 北方 但后来好像是说这个 当然就说这个藏传佛教 他在中国 其实并不完全是光光宠西藏 好像是柔和了很多种 就在一起 他这个主要是一个什么需要呢 有人还做社会学的讲 就说这是中国啊 刚就现在越来越增加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这种需要 但是一般我眼睛见到的 就是每一个富人的后头 都有一个任波切 每一个明星的后头 都有一个任波切 当然我说的也许夸张 后来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明星 一个女明星就说 要抽烟 她说我戒了三个月了 她说我现在要不要抽烟 我说抽吧 你想抽就说 因为大家都在抽嘛 我说你抽吧 她说不行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的任波切 她说我能不能抽啊 然后她就抽了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这个任波切啊 就是你的心理医生 对吧 你离不了你的这个心理医生了 但是好像中国清朝的时候 也这样就特别多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黄教嘛 那个喇嘛教 就是特别兴盛 然后呢 就很多人就是 他们叫私养 就私养喇嘛 私建那个庙宇 后来清朝的时候 就有法规 不让你自己包养和尚 不让你就是你自己建庙 也是那时候可能很风行 中国的心理医生数量 是比较少的 是吧 你周围很少听到 人能以心理医生为职业 而且做得很好的 但是其实心理医生的这个需求 是照样存在的 所以就有各种面目不同的 就是类似于心理医生这样的 这个佛教是个特别复杂的学问 就是说上师师父 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甚至有人讲啊 说师父真假好坏 不是你有能力去判断的 有些上师确实表现出 你不可理解的举止 但是呢 在藏传佛教的这种修行方法当中啊 要拥有一个上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刚才讲这个揪摩罗什 你知道 艾特菲尔我去广告 真讨厌 来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佛教我肯定是不懂的啊 但是呢 为了这个广大女信众的性的权利 对吧 我就发了一个愿 我说我得弄清楚这个事情 为广大女信众啊 提供个参考 就是说 这个性 在这个 她跟任波切的关系当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传统上我们所讲的这种性立派 或者说双修 男女双修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最终呢 我没有搞清楚 但是呢 我问了一些个修行人 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最后的结论吧 就讲最后的结论 就是所谓男女双修的这种法门 有没有 有 但是这个法脉 到现在几乎已经绝技了 几乎几乎接近绝技 而且可以简单粗暴的做一个结论 就所谓的男女双修啊 基本上跟我们每一个男女啊 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它是一种机器 怎么说呢 比如说啊 这个男女双修 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某些仪轨 它是要有很多的标准和资格的 就比如说有一个任波切 有人说他有好几个老婆 真的去了之后呢 就会看到有几个都是麻风病人 女的麻风病人 就所以在他们看来啊 在这种双修的信仰者看来啊 他实际上是跟这个难以修行有成果的这个女信众啊 结一个缘 而且呢 甚至于有一个有一个任波切讲啊 就是说你一个女信徒 你一个女的 如果是正经的 你能够被选择进行男女双修的话 那么恐怕你都要有让落在地上的朋友 苹果呀 回到树枝上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一般人呢 能够随便进行的 要是太容易得到就是被骗了 对了 他根本就 如果太容易呢 听的就像那个时日坛里面的那些故事 就女的 就是那女基督徒说 她身上有邪魔 然后呢 就找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帮她看 那就是要跟她 对帮她去魔的方式也就是信教 那就是太简单了 就变成这样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纠摩罗石 很有意思 陈寅确的书里还研究到 就是说 纠摩罗石这个人 当年是国家发动战争啊 都要抢这个高僧啊 甚至就是说啊 这么优秀的人才 必须要给她配种 将军呢 就就要给指定给她女的 就让她配种 她必须有有后代 甚至把十个妓女 还是什么女的 就要她交配 让她生 然后呢 这个纠摩罗石 有俩孩子 有一次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啊 纠摩罗石突然说啊 纠摩罗石是大翻译的 一家的 就纠摩罗石突然说 说我肩膀上有俩小孩 我需要找个女人 就是有两个小孩 需要从我这生出来 结果就赶快给他找女的 果然 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纠摩罗石的这些个学生啊 有点不服气 说哎 怎么你光你能来了 这个我们怎么不能来了呢 对吧 既然你能这么舒服 我们怎么不行呢 纠摩罗石这个时候呢 拿了一碗这个针 这个钢针呢 哇 就这么吃 吃吃 吃完了之后说 你们谁能吃就没事 你们也能来了 大家明白了 就说这不是一般人 看来 婚姻法要做点修改 这不是一般人 就就就就所以我就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回事 但是这就像我说的 当年在印度佛教衰落 人们总结了千万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就是说搞到后来啊 有些个教派就开始搞 这个男女双修性这一套 听上去就是伟人嘛 伟人就是这样 他可以做 你们就听他 但你们不能怀疑他的本领 另外他可以很多女的 你们不可以 你们必须道德 但他还至少有验证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在一时兰教理 人们是不许验证的 这个该怎么说呢 就有些事我能干 你不能干 对 对